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蕭腩仔的皮沒得頂 薄,他做了很多功夫 你怎樣做功夫呢 這些蕭腩仔為什麼會脆皮呢 當然是要上皮 一定要用紅醋去醃皮 然後吹回它 然後就焗 但是當然是要刺 要放油 但是每次要焗到它夠洞 然後用刀刮光 整層黑色刮光 再焗 我都看到它刮光 一定要刮光 就這樣燒是不脆的 最幼細的手工可以刮到九次 是啊 不怪這麼薄 以前厄刺哥們最做得好 因為他們離縣出身 他們在大陸裏面 或者周圍的分店 所以有些人都做得好 一看到人們燒到一層 這麼燒焦 有沒有搞錯 你放心 一定刮的 刮完再做 最少要四五層 不然你一吃它便會硬 刮了它再焗 焗了它 又炒它放油份 再刮 起碼要六層 你不能偷懶 不然你便不要做這些 幸好帶阿基哥上來這裡 講一些巧妙 這些是要功夫的 我說薄得這麼淒涼 是刮過 燒一次刮一次 把黑的刮完 刮完 刮完再燒 燒到黑的一層層做下去 好 下一張 好 又太快 你說的 那些小食 用主菜說多一點 鸚哥 這個很厲害 我覺得那個網站是找來搞的 一個都沒有人吃過 就是當我們擺設 但是那個龍蝦球 這個龍蝦球 很漂亮 很夠熱度 我就是奇怪了 它分了菜都仍然這麼熱 很厲害 可能它改口度 夠大件 它不是細小粒 所以保持溫度很夠 一吃下去 很辣 我有留意的 第一 它分菜 第二 就是上了碟之後 大家在禮貌上等 喝一杯才吃 都仍然很熱 放進口也很熱 因為它有 我經常說 你做菜 一定是把碟 乾燙也好 或者在水裡 都要加熱 碟熱 菜式容易保持 你那隻碟涼浸浸 炒到多熱都沒有用 一下去 已經被碟吸光的熱氣 其實你們 我每次都見你 浸到熱水裡 為什麼你不像西餐 找個桶 熱櫃 我知道 有整桶 你推出吃早餐 那些都是整桶 那些不適合我們 你們不同大小的碟 對 我們碟有很多款 雞是長碟 炒熱婚是圓碟 太多不同款式 不能做 你說中柱很麻煩 還有我覺得 六個安全感比較好 即是你擺暖碟機 即是乾暖碟機 很容易藏小蟑螂 因為你做完那天 你晚上下班 那個暖碟機 那些蟑螂機都死了 那些不死 因為你拔了插鬚 那它還是很暖 那些小強 很溫暖 很危險 很危險 你第二天回來 要全部用熱水浸一次 你才可以清除小強 但你用熱水浸 就包冒這件事 整缸熱水 你放幾隻 錄完撈上來 那你就乾乾淨淨淨 連碟底也乾淨淨 你乾乾淨淨淨 但是濕濕地 馬上擦 你快布不乾淨 如果你的水夠熱 你拿碟上來 放一會 自動會乾的 你不用說要擦它 這個你放心 如果我們看到有水 我們不會灑下去 但你的碟是夠熱 水分一定會揮發 這個就是巧妙 這個菜 龍蝦好吃 炒的汁蟹剛剛好 用兩條芥蘭 把花去盤碟 我覺得用來攪拌 炸半個米網 那些人拍照就覺得很漂亮 拍出來就是大家的東西看 真的好東西 總之這個龍蝦 一熱 是零食好吃的 沒錯 好 下一張 這個是黑虎掌 黑虎掌的菇菌 是菇菌 黑虎掌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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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很厚 黑虎掌 我忘記它燉什麼 它燉裸頭 燉裸頭 有些雞在 其實我覺得裸頭是 你說響裸 很貴 多餘不抵 裸頭抵食 乾的裸頭 零射濃味 對 新鮮的美國裸 或者智利裸 是沒有乾的 但是 我其實很滿意這個湯 黑虎掌很滿 但我突然不發其想 是 會不會是 磚和的味道比黑虎掌更好 磚和貴很多 老闆 算成本你真麻煩 磚和貴 黑虎掌大件 你咳了會有厚度 和清理二 這個磚磨 很多沙石 浸完之後就要浸篩一篩 要摸一下它有沒有床 不是很平均的 有搭層 那是麻煩的 黑虎掌 其實黑虎掌挺有優香 可以的 用來炆一下 黑虎掌也可以 好吃的 我仍然掛著 磚和的味道 但這個湯也很優香 下一張 好 下一張 大陣醬 這個燒豬不用刮了吧 這個不用刮 不能刮 因為乳豬皮薄 和那些燒腩仔 那些燒腩仔用中豬 八十多斤的豬和皮 沒得比 這個很亂 但它有點奇怪 它不是撕出肉 它連骨片給你 它這個可以叫做手抓豬 即是拉長條 其實這些 不要斯文 最好 手抓住 因為要把那些燒骨 都要吃喘 但我看到有人 斯文是不行 只吃了面頭那一層 還問 為什麼吃魚豬 只吃面頭那一層 那些片皮豬 又不同 這些就是手抓豬的做法 人家寫明是手抓豬 對 這是好東西 燒得不錯 他們的燒骨做得不錯 因為下面有燒骨茶餐廳 每天都供應這麼多燒骨 課如輪轉 下一張照片是近距離看的燒腩仔 手抓豬 手抓豬 這個有皮的 只是 他硬弄得空餓 因為 拱形 是因為它的燒骨 對 這個 就是你的零食短的 我們吃的那些 比較長的 為什麼分骨 變短 讓你拍照的角度好些 哈哈 我們整條 很鬆化 很鬆化 下次會去茶餐廳買個燒美飯盒 也可以 因為它的供應量太密集 所以出品不順 好 自己去買好了 別說 只剩一剝就算了 好 下一張照片 這個是喜馬拉雅山鹽 鹽鹽 但是覺得它真的吃到鹽鹽 鹹味了一點 是 那個斑球還是有汁的 不是說乾乾真真 草東西有汁 有汁 有汁難很多 它也辣得很混淨 後面那粒東西 沒有人知道 每個菜都有粒東西 但是不同形態 有些就撕了頂 這個就像草菇一樣 這些斑球 我覺得 它是故意 找鐵板辣過它 如果不然 出不了 如果不然 要辣的 就像草菇一樣 炒斑球 那就沒有意思 因為重點就是 喜馬拉雅山的岩鹽 用什麼移植殺技 你拼頭炒斑球 就很容易過 還有 你吃牛扒 牛扒什麼味道都沒有 就是加鹽 我認為 如果是好牛扒 就真的灑幾粒這些 是啊 就搞定了 沒有什麼調味 還有就是 牛扒 你不要一燒完 立刻下 要省一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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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它有構思過的 不是隨便 聽斑球 找些鹽就算不算 大哥 城中幾個名廚 包括你老哥坐在那裡 怎敢不構思一下 我也挺聰明的 一走進來 就懂得叫阿基哥 那個主要 認識你 你想要面堂 是 我說給面子 只可以這樣說 然後你也有很多人認識 下一張照片 剩下幾張照片 不要這麼快 這個就有點敗北 我和基哥都覺得 我們真的不是爭 你知道我個人 阿斑哥常常叫我不要出聲 我有個奇怪 為什麼那些肉有一點軟 我覺得我不用梅 那個不尋常 這個就是因為他們 找了一些鬆肉粉或食粉 醃過 這個是白甲肉 白甲肉 白甲肉是硬一點 其實如果現在的魚鴿 都不會太硬 這是大鴿 這是大鴿 因為每塊肉都這麼大塊 不是大鴿 你起不了這麼多肉 因為我以前吃過 白甲肉 比較硬一點 那我就覺得 軟得這麼差 軟得過了太 是啊 即是手重了 手重了 還有 可能有外國人在 他把白甲肉的皮 完全都不要 只是外國的鴨胸 就是白甲的鴨胸 但是這樣 因為那個外國人坐在我旁邊 他吃光了 他好像很喜歡吃 這個就適合外國人口味 他喝點紅酒 挺搭配的 但是我一口吃下去 已經奇了 以前如果我沒有吃過白甲肉 我就不會知道 白甲肉你一定吃過 以前我們那些 不是的 那些人吃甲鬆 有炒甲鴨 有炒甲鴨 甲鴨是名菜 其實我吃甲鴨 我覺得中菜 是不及法國菜的那麼好吃 法國的鴨胸 不是 白甲 那次我吃的那個是白甲 就是一個 法國處 是一個團隊來的 他就 來一個酒店做幾天表演 當時我也是法國美食會員 每次有法國處來 我們的會長一定會吹雞 吹雞 一千兩千 我們只在見識 我們都去吃 但是他那次做的白甲 真的做得很好 他是 甲鴨 厚身 把白甲胸 攤開了 修改過 好像一個心形 哎呀 蝴蝶都可以 是啊 但他真的 不是現在的事 我們三十年前的事 他是很有心思 他不是在廚房煮東西 那個團隊 他是在麗家酒店 有個法國餐廳 他們幾個人過來 他就很多東西都在樓面 設置了桌子 做給我們吃 做給我們看 即是會放些酒 放些東西 我們那時候年輕人 都很新奇 見識一下 他的白甲胸到今時今日 我未吃過一個 他做得這麼好 真的做得很細緻 這個真的 適合外國人 我和基哥都不約而同 覺得 咦? 還有擺設多了 你找個小堂菜 改到他 沒有人吃的 前面放一個車尼茄 下面就佔兩塊 車尼茄都做過功夫 對呀 很厲害 有心思 但擺設上要想一想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